西游记中有许多令人回味的细节 我们都知道 让猪八戒感到害怕已经非常困难 让孙悟空消失更是难上加难 但实际上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只是大家都忽视了他的存在 要说猪八戒最害怕的神仙并不多 因为他前半生非常顺利 天鹏元帅是北极四省之首 连真武大帝都是他的小弟 此外猪八戒对如来也毫不畏惧 而异圣真君正是天鹏元帅的又一个弟弟 因此可以想象 如果如来见到天鹏元帅 将会非常客气 实际上猪如来不得不赶紧解释 可见猪八戒的厉害之处 也许有人会说 大鹏金赤雕的阴阳二启瓶能够烧死他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肉身被烧毁 他的神魂仍然存在 可以找到新的尸体附身或直接夺舍复活 即使是菩提祖师也无法杀死他 最多只能将他镇压在九幽之地 消灭孙悟空非常困难 然而 这个人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么强大 而是他手中的遗物令猪八戒胆寒 让孙悟空无法逃脱 那么他是谁 凭借什么物件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正如大家也能猜到的 他手中的法宝就是孟婆汤 那么孟婆汤有什么功效呢 只有一项就是让人彻底忘记前世的记忆 也许有人会质疑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猪八戒和孙悟空会害怕他 熟悉原著的朋友们都知道 无论是孙悟空还是猪八戒 他们之所以如此厉害 例如护身咒 碧火咒 碧水咒等 大家是否还记得孙悟空被洪海尔烧晕的情节 在阴阳二起平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时他与火龙搏斗 没有心思去念屁火诀 因此无法抵挡住火焰的炙烤 这些情节表明 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凭借口诀和咒语保护自己 保持不败之身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猪八戒 然而 一旦喝下孟婆汤 情况就会完全颠倒 他们变成了一张白纸 任人宰割 毫无还手之力 你可以想象一下 猪八戒会多么害怕 而孙悟空是否能够被消灭 这就是为什么猪八戒宁愿投胎成猪 也不愿意遇到孟婆 而孙悟空也宁愿承受九幽之地的压制 也不愿喝下孟婆汤 也许有人会质疑 孟婆能让孙悟空喝下汤吗 她能成功闹地府 只是因为她是取经的核心成员 地府的人只是配合演戏而已 要真的对她动手 地府绝对不会放过她 她手中的孟婆汤让猪八戒心生畏惧 让孙悟空陷入劫难无法逃脱 虽然孟婆的本领并不高强 但她的法宝确实具有令人恐惧的能力 因此 她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唐僧是否喝过孟婆汤的问题 虽然原著没有明确交代 但考虑到唐僧的身份和任务 她很有可能在后续的故事中 遇到孟婆并喝下了她的汤 综上所述 孟婆是猪八戒最害怕的神仙 也是唯一能够消灭孙悟空的人 她手中的孟婆汤 能让人彻底忘记前世的记忆 这个能力让猪八戒胆寒 让孙悟空无法逃脱命运的束缚 关注我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